我觉得不好点可能就是我的五官里面鼻子比较大 但是当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 然后别人说出来 我好像就没有那么痛苦 人敏的颜值一直受到不少人的诟病 特别是他演了玉果瑶之后 很多人都说他把肖战都拖累了 其实人敏最大的问题 不是发福变胖了 其实就把鼻子好好度一下 完全可以在形象上有致的提升 简单说 他的鼻子太大 鼻翼的部分过宽 显得整个人的脸盘都跟着变大 鼻骨粗 宽 山根不明显 这都是大家能看出来的 其实这种鼻子最难做了 改善不会很大 因为大鼻子的话里面组织特别多 不能切除太多 即使切除也会增生变大 唯一的办法就是抬高鼻头视觉上缩小 但是抬高也是有限制的 关键是要找个非常好的整形医生 对人民来说 钱不是问题 找个好医生也没问题 但是弄了之后就要一直去修补 万一做不好的话就很麻烦 以前没有人会说你好不好看 或者是你适不适合大荧幕这样的话 就没考虑过这个事 然后突然大家就分析你的每一个五官 精细到哪个角度拍 或者是你的眼睛和鼻子 什么那个嘴是否垂直 或者是就细节到这种的时候 没有那么开心吧 只不过我感觉 人民还是度一下吧 否则以后看到你的鼻子 大家就出戏 权衡利弊 还是弄一下吧 这是什么问题 我散开 我散开 我散开